随着季节交替,闷失的气候开始出现,煤与节气接踵而来,民众出门往往容易把鞋子弄湿,在鞋袜潮湿闷热下,资深的黴菌开始肆虐,俗称的香钢脚也开始耗发,对于许多民众来说,苦不堪言。 有网友突发奇想,在网络上提问,既然酒精可以杀菌,为何不拿来喷嚇港脚,甚至浸泡,引发网络热烈讨论? 使用香钢脚的治疗药物,民众往往发现皮肤恢复正常,就立即停止插药,皮肤科医师指出,应该持续一段时间插抹,更换新的袜子鞋垫,并且误息。 任何偏方涂抹,至于网络传说酒精杀菌治疗香港脚,民众应就医寻求治疗,才是症结。